您好,这里是张力视野 现在是纽约时间 3月6日早晨7点半 首先向大家报告几条重要消息 目前呢 中国病毒已经蔓延到全球90个国家 已经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美国股市,全球股市都不断下降 各国呢,可以说全球的民众都处在恐慌之中 但是呢,中国呢 不仅没有向世界道歉 它带来了如此深重的灾难 反而呢,自吹自擂 然后呢,据澳洲电视台报道呢 意大利的死亡人数和确诊人数都急剧增加 已经有148人上升 另外呢,大约将近有3800多例确诊 这个 还有一个消息呢 就是说呢 关于到这个中国 很多人都吹嘘 都以为中国制造有什么了不得 两年前呢 中共总理暴露了中国 研究了几十年都不具备 都不能够生产一支完整的原珠笔 后来吹嘘说呢 中国科学家通过城汽公关 最终呢 就是说呢 能生产出了原珠笔尖 但是呢 那个原珠笔的环 到现在还不能生产出来 也许呢 原珠笔的生产呢 对于中共来说 是一个高科技 高难度的问题 这也就可以解释 实际上中国生产不出来 任何具有科技含量的东西 那么口罩 这么如此简单的东西 我相信不是什么高科技吧 但是呢 昨天我看到媒体报道呢 说中共实际上 连口罩 就是说呢 就普通的那种 稍微有点防病毒效果的口罩 都生产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口罩呢 都是呢 就是前那个里外呢 两层纱布 但是它里面呢 有一个是熔喷布 到现在为止 这个熔喷布的 所有生产机械 都是进口的 就是中国没有能力 生产这个熔喷布的机械 也就是说呢 如果没有进口机械的话 中国连一只 像一样的防病 防病毒的口罩 都生产不出来 你看看它的技术 落后到什么程度 然后那个比亚迪公司呢 自从这个 这个 新冠病毒在中国流行以后呢 就放弃了汽车生产 因为它知道 汽车生产已经无力可图了 已经卖不出去了 元月份 中国汽车的销售量 整整下降了92% 简直就是说 中国的汽车市场 已经彻底崩溃了 而我们知道 现代经济 跟汽车是仅仅相关的 有车才有现代经济 没有车哪里有现代经济呢 实际上这个92% 的衰退呢 不仅仅是中国汽车业的衰退 这是仅仅是中国汽车业的一个官方数据 其他数据呢 可能造假 汽车销售数据呢 因为 外资公司 咋多说 它没办法造假 但是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92%的衰退呢 当成是中国各行各业 衰退的一个参考 也就是说呢 大部分行业的衰退程度呢 都高达92% 至少在过去的一个半月里面 今天重点 所要讲的呢 就是中国大炮 疏由中国大炮之称的 任志强先生 向一尊习近平 猛烈开火 直赐其为光屁股小丑 任志强呢 是中国地产界赫赫有名的大亨 而且呢 长期以改言著称 但是四年前的时候 也就是2016年的2月19日 他曾经指责 所有的媒体 就是中国所有的媒体 都兴党 都为党效劳 为党服务 这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人民被抛弃到了 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没人考虑人民的利益 他这个讲法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就像这个苏联 曾经流传一个 广为人知的笑话 就说呢 一个孩子呢 问他的父亲 什么叫党 什么叫国家 什么叫政府 什么叫人民 他父亲 凶狠地就告诉他的儿子 我就是党 你妈妈就是政府 因为我叫他干什么 他就在干什么 然后谁是人民呢 你奶奶就是人民 你看看 你奶奶现在 站在屋子的角落里面 因为按照俄罗斯传统呢 奶奶呀 什么外婆呀 都要躲在屋子角落里 在那削土豆 在那打扫卫生 扫地 像农工一样 这个我不知道是 为什么会形成了 这种俄罗斯传统 我在福建 也见到这种传统 就是我到福建人的家里面 去做客 发现他们家 总有一个老奶奶 微微说说的 就像一个老仆人一样 躲在厨房里 或者躲在一个角落里 在那地方干活 就是跟我在中国内地 形成的印象不一样 因为中国内地呢 不管怎么说呢 多多少少老人 还受到一点尊重 而在这个福建 在这个俄罗斯呢 老人呢 就是被比喻成人民 就在中国 哦对 这个父亲就说呢 你也是人民 因为你必须听我们的 不听我们的 随时就可以揍你我们 所以说呢 任志强这样指责呢 结果呢 遭到了这个中共 统治者的反感 然后呢 找到中共 那个媒体的围攻 进行了 就是各种各样的媒体 以人民日报带头 对任志强先生 进行了十天 文革式的大批判 但是任志强 并没有这个气馁 四年来呢 他每天都在反问自己 是不是错了 这一次呢 尤其是这一次 这个网络疫情呢 又激发了 任志强先生的良心 所以呢 对于这个十七万人的 这个网络大会 这个任志强 满力地 发出了他的这个炮火 他说习近平实际上 已经是个被剥光了衣服的皇帝 仍然坚持做皇帝 他就是指说习近平呢 是个小丑 已经完全被剥光了衣服 因为从疫情的一开始发生的 整个的这个野蛮 习近平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且这时候习近平还吹嘘自己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实际上如果没有习近平的亲自指挥 和亲自部署的话 一切就是说 武汉发生的事情能够及时报道出来 那么大家都知道怎么办 也都能够很好地防堵疫情 而不至于稀里糊涂地就中招 而不至于呢 整个的这个各级干部呢 都处在一个 一尊不发命令 一尊不点头 我们什么都不干的这种状态 正是这种大家的这种 就是说无所作为 不作为 才导致疫情的蔓延 他不仅不作为 他唯一作为的就是 打压这个真实的情况的这个暴露 也就是说把武汉 那个泄露疫情的大军职 用公安机关对他们进行打击 所以说呢 这个 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 整个的这个中共 各级组织干部 都是不负责任的 或者说是 都是说在帮助这个疫情传播 而不是在阻止疫情传播 然后呢 任志强呢 进一步指出呢 说这个 暗示呢 这个习近平呢 实际上跟这个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 齐奥塞斯库 类似 只知道一味 维护自己的皇权 而且呢 他指责呢 这个共产党呢 把党的利益 置于人民利益之上 这个指责呢 也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都知道 齐奥塞斯库 被成为 卡尔巴欠山的天才 统治 罗马尼亚 长达四十年 四十多年 哦 长达三十多年 齐奥塞斯库 跟他的夫人呢 几乎占据了 罗马尼亚的所有职位 还有他们的一些亲戚 而且呢 这个齐奥塞斯库呢 大搞个人崇拜 把自己个人利益 置于全党利益之上 而又把全党 共产党的利益 置于全国人民之上 他建立了一个 金字塔式的社会 到处吹袭自己的成就 在他的统治下 罗马尼亚人战战兢兢 我想起来 我八十年代的时候呢 我们系里面呢 曾经有一个同学呢 当时担任这个 就是清华大学 工程物理系呢 有一个同学 担任全国学联主席 这个同学呢 名叫这个林安智 好像后来是担任河南省副省长 这个吉林省委副书记 然后退休了 这个家伙呢 曾经向我们汇报说 他率领中国学生代表团 访问过南斯拉夫和这个罗马尼亚 说南斯拉夫的这个人呢 还相对比较自然 就是感觉到人很自由 但是呢 到罗马尼亚访问的时候呢 觉得所有人都像机器人似的 都是就是意识不苟 脸上没有一点笑容 而且呢 甚至他们访问学校的时候 发现学校的窗帘 在大白天竟然是拉上的 也就是说呢 不许同学呢 东张西望 也不许外面的人拍照 这个就让他感觉到很好奇 所以他的印象当中呢 就是南斯拉夫呢 是一个比较自由开放的社会 而罗马尼亚呢 就更像是一座军营 军营 就是纪律非常严格 那是因为齐奥赛斯库呢 对罗马尼亚所有人民 都进行了严重的 这个威胁和胁迫 当时呢 中国呢实际上正在学习南斯拉夫 中共呢 根本没有什么发明 什么邓小平根本不是什么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真正的 共产世界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呢 应该是铁托 铁托呢 因为他也是呢 是一个就是野心 个人野心极端膨胀的这个统治者 他很早就跟史大林闹翻了 再加上呢 南斯拉夫的这个地理位置 紧靠西方 所以说呢 当时得到了西方的大力的支持 然后呢 他就开始奋行一种 在东西方之间的那种 特殊的 就是带有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 也就是后来所谓的中国改革开放 中国完全就是说模仿了南斯拉夫的那一套传统 所以说当时呢 林安智呢 对这个习近平 对这个南斯拉夫的这个夸奖 就赞扬和对这个罗马尼亚的这种批判呢 可能是有党内的这种立场 但是呢 他也反映了这个情况 就是罗马尼亚呢 当时呢 就是人民呢 是胆战心惊 而现在呢 任志强指出 那个习近平 像这个齐奥赛事库 跟于齐奥赛事库类似 实际上也就是说 暗示呢 齐奥赛事库呢 已经受到人民的妥气 已经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利益 也损害了中共的利益 他实际上也在暗示呢 习近平呢 可能要像齐奥赛事库那样 被人民逮捕 然后呢 用绳子捆上 然后呢 用一串枪弹 结束生命 正好呢 几天前呢 在推特就流行 齐奥赛事库 跟他的夫人 被枪决的情景 在那个图像里面 都是三名士兵呢 过去拿绳子捆绑 齐奥赛事库 齐奥赛事库呢 本人呢 倒没有太挣扎 但是他的夫人呢 却拼命挣扎 还高呼 哦 我是你们的母亲 但是那些士兵呢 都知道 这两个人都是窥子手 他们屠杀了 无数的这个 罗马尼亚人 他们的残暴统治 造成了罗马尼亚人民 深重的苦难 所以他们坚决的 毫不犹豫的 把这两个人捆起来 然后呢 在把他们压到刑场的时候呢 所有的士兵都愤怒地 射光了他们的子弹 枪里的所有子弹 据说有两百发子弹 射在他们两口子身上 我 这个 任志强呢 指出呢 武汉肺炎蔓延的罪责 就是习近平建立的 这个义尊体制 这个义尊体制呢 只要存在一天 任志强指出 中国还会有 更严重的灾难 好 谢谢您的收看